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深夜,一场大雪在悄然酝酿着,低垂的天幕化为古铜色 街上已经看不到新人,整座城市变得空旷而陌生 他孤零零一个人穿过马路,想去路边一家24小时便利店买点吃的 东朵西藏的这几天,他白天从不出门,只有晚上才敢偷偷摸摸地溜出来 走到马路中间他停下,警觉地瞄了一眼身后 看见一个个头矮胖的中年男人正低头往他这个方向走 胖子长着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地方能够威胁到他 可是他心中有顾受不出的感觉 他带着狐蚁加快脚步,眼看要走进便利店了 冷不防鞋子里冒出一个男人拦住他的去路 哥们儿,结个会儿呗 男人吊着烟卷,满脸和气说着 他打量这个男人两眼,足足比他高出半个头 身情魁梧,光头黑脸偷着一股胸满 笑起来脸上倒倒肉筋,更增添一丝阴险 我没待会儿 他一口拒绝,转身便走 那个黑脸大汉似乎不相信,还伸手拉他 一碰胳膊,他就感觉到对方一股大力转来 像五根粗壮的手指,犹如钢钩一般剪影 练甲子 他脑海中闪过不妙的念头,转身撒腿就跑 可刚一转身,就看见刚才跟在身后那个矮胖子已经拦住去了 他冷笑一声,矮胖子扑了过去 比起那个黑大个儿,矮胖子肯定要容易对付得多 他想都没想,迎面一击拳,击向胖子面门 脚下顺势一勾胖子脚腕,出手极快 一般人眨眼功夫就能给他放倒在地了 就见胖子躲也不躲 眼看拳肩到鼻尖,抬手一打他手腕避过拳风 身形转动一带一送 接着他的力量把他抛了出去 上面跟上一脚,踹在他的脚肚子上 他顿时坐在地上,就站不起来了 直到这时候,他才大吃一惊 自己竟然遇到了绝顶高手 这胖子用的不是当今流行的搏击散塔 他的身手中带有太极和八卦拳的功夫 能把这种传统武艺练到出手伤人的程度 也只有那些为数不多的,隐顿于世的武学世家了 能请动这些人出山的也绝不是一般人 黑脸大汉走了过来 用一个绑扎,麻利地把他双手扣上 依旧面带笑容对他说 对不住了哥们,我们不想为难你 跟我们走一趟就好 说着两只大手搀扶他夜下,不费吹灰之力 把一百五六十斤的他从地上提了起来 大汉和矮胖子一左一右 假如他往前走了一段路 那里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他没有挣扎,更没有呼救 躲在这两个人手里 想解决他都是眨眼之间的事情 他被塞进轿车后座里 大汉和矮胖子依然一左一右 把他夹在中间 这时候坐在驾驶室的司机慢慢转回头 是一个六十岁左右 保养甚好的老头 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输在脑后 是你 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 满脸惊讶 梁文通说 黑蝙蝠先生 咱们俩虽然算不上朋友 但也有几分情面 当初还是我把你引荐给少爷的 不求你感谢 只要你尽职尽责就好 可现在少爷出事了 你却躲起来不露面 怎么说 都有些不地道吧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隐约预感到了什么 他被戴上一个黑色头罩 轿车一路飞驰 开了半个小时停下了 他被带出轿车 头罩还没摘 那两个伸手高枪的人左右斜着他 走进一栋楼里 乘电梯上了楼 又走过一段路 似乎进到一个大房间里 他被按在沙发上 头盖忽然被拽下 明亮的灯光刺了他眼睛闭上眼 过了一会儿慢慢睁开 发现对面沙发上端坐着一个神态温严的老者 正默不作声地打量的 梁文通和压他来的两个高手 都垂手站在旁边 他偷眼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从身边一排巨大的窗子 能看见夜色下 星星点点的灯光 组成的街道和楼宇 他猜测这里可能是市中心的某个高层建筑 黑蝙蝠先生是吧 坐在对面的那个老者开口说话了 是我让我的保镖把你接来的 若有冒犯之处 还请见谅 他的目光转到老者身上 仔细打量 暗自猜测他的身份 老者看上去五十多岁 面白无虚 身材高大 衣主很随意 但是眉宇间有种不怒而微 疲你天下的气势 任何人在他面前 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黑蝙蝠试探着问 你说黄山 黄山皮笑肉不笑的 扁了一下嘴唇 算是承认 我不绕弯子 为什么请你过来 你心里很清楚 黑蝙蝠咽了一口唾沫 暗中用力挣了挣 捆手的扎绑带 没有丝毫松动 他问黄山 你想把我怎么样 你不必担心 我是商人 不会做违法的事情 但我唯一的儿子 现在贪了官司 虽说他很不争气 总是给我惹祸 但我这个做父亲的 也不能袖手不管 黄少爷被警察抓啊 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他 过来的四家侦探 黑蝙蝠急忙 自证清白 这我知道 梁文通都告诉我了 把你找过来 我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你是想打听案子吗 我倒是知道一些 不过警方为什么会逮捕黄少爷 我可不清楚 你说的这些碎事案 我都已经了解了 黄山招招手 梁文通恭敬地递过来 一摞厚厚的打印纸 黄山接过来 放在面前小茶桌上 抬手示意黑蝙蝠看看 黑蝙蝠打开资料 快速浏览一遍 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资料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是 专案组警察的办案卷送 所有与案子相关的资料 都在里面 也包括 抓捕黄玉的理由和证据 黑蝙蝠惊叹不已 这可是警方的一手资料啊 你连这个都能弄到手 这不算什么 做到我这个位置 你会有数不清的朋友 不管你想做什么 总能找到 能帮上你的 可既然 您这么有能力 连案子都弄清楚了 我不知道 我还能帮上您什么